今天開始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 首先有兩宗恐怖的新聞 包括北大嶼山公路的恐怖車 兩輛貨車相撞 隨機一旨也是直插貨車底 起火 司機死亡 再去到有大埔有住宅單位 懷疑電線短路起火 再加上上面的鄰居都要疏散 最終一死七傷 再講一下其他新聞 屯門 湖康武英健康院又發生了問題 衛生署又出現這樣的事 今次發生了什麼事呢? 有窗戶就跌了下樓 好 發生的時間大約是昨天的下午三點 幸好就沒有人受傷 在屯門 湖康診所二樓的健康院 一名職員打開槍的時候 突然間這隻槍就跌了到大樓外面 近停車場的位置 面積大約是0.5米成0.8米 幸好就沒有人受傷 衛生署就說立刻安排緊急的維修和檢查 平時你有沒有檢查呢? 他說有定期保養的 你有定期保養 平時有維修檢查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 打開一隻槍 是整隻槍掉了下去 難道之前沒有宣傳 之前打開槍的時候 如果一隻槍會壞到整隻掉了下去 應該之前打開槍也有些跡象的 如果有損壞的跡象 是不是應該第一時間就要去維修呢? 這是政府的東西來的 你記不記得去年 在油麻地沒有英健康院 鐵閘壞了 兩個星期都沒有人拿來維修 只是寫著如果要推個鐵閘 就要消兩個人的 結果一名女保安員 就被鐵閘壓下來紮死了 之後包括家屬 公權會也投訴 政府事後的處理、交代 都非常有問題 我又出現 不是醫院出事 是沒有英健康院出事 上次鐵閘砸死人 這次整隻槍掉下來 幸好沒有人命傷亡 為什麼經常會有這樣的事呢? 這些公營的醫療系統 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呢? 再被人翻炒 盧聰謀面對議會的質詢 他才說過去三年 香港的公立醫院 總共有6276宗的事故 平均一年就兩千多 一天就幾宗 一天有幾宗事故 新聞的公佈 對外只是公佈了21宗的個案 整體的0.3% 原來每天都這麼多事 你公佈這麼少0.3% 盧聰謀就解釋了 絕大部分屬於這個輕微事故 不適合傷亡 我真的被你吹脹 你說輕微嚴重 有些說很輕微可以不公佈 但是在6276宗 只有21宗是嚴重到需要公佈 其他的就不用 那究竟誰負責判斷公佈還是不公佈呢? 誰負責判斷是輕微中等還是嚴重呢? 你的機制是怎麼運作呢? 原來裡面涉及醫療器材 儀器等等的事故 每年都是300多或者400多宗 涉及器材的是不是應該要公佈呢? 6000多宗三年內就公佈 21宗5年就公佈 即是7宗 但是每天發生的這些宗數都隨時4、5宗 這些政府你做事 醫衛局做事是否可以透明一點呢? 所以你難怪現在每天都有類似新聞的 說嵌石屎那些之前有些都不公佈的 是不是嚴格那些又屬於不嚴重呢? 責不死人、責不親人就不公佈呢? 你的標準是怎樣呢? 是直到那些人投稿在網上踢爆你 你的醫院、醫管局才回應 是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先引起大家關注 原來這麼大的問題 原來是連那個你什麼時候公佈 公不公佈呢? 都出現這麼大的問題 再去到說說你TVB 哇這個真的是TVB 早前它有公佈了 將會裁員5% 每年上坑 2億6千萬 昨天都公佈了 最終TVB在去年的虧損 8.07億 比前年6.47億就大增1點幾億 也是上市以來最大的虧損 相當於背股就蝕你 1.84億 出來講話 昨天TVB的《神花國》 電視講過《總經理申志偉》 他就說 是大家 在近年疫情之下 大家都明白TVB 處於經常只有三分一 或者一半的員工可以上班 運作都沒有問題 依然的 這證明了什麼呢? 是不是我們聘請了太多人 一半人上班都可以運作 是不是要裁員一半人? 不過我們不要這樣做 所以這方面 我們不認為5%是帶裁員的動作 只不過是自動流失 曾智偉的狡辯都真好東西 首先你是不是聘請了太多人? 可能個別部門有些潛線不夠人 有些就是中層管理層太多人 因為如果要炒的話 麻煩你炒了太多人的那些總員 包括管理層你問我吧 什麼TVB新聞報員智偉啊 這個總經理甄智偉 這些就要炒了 不要就是最後裁員的5% 只是將不救人的潛線 那些反而就被裁員了 救人的管理層等等 那些就不用裁員了 嗯 繼續在這裡高薪厚職 那你就說 因為個案疫情施加聯證明了 你不用這麼多員工上班都運作到 其實很多大機構都是這樣的 那很多大機構 包括最近日視尼啊 元宇宙啊 那Amazon等等都要裁員 那別人那些是不是不算裁員呢 就說一句自動流失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做自動流失 就別人做就不做了 或者做到退休就不做了 而你們也都沒有需要請過新人 這些叫做自動流失 如果你被一張大信封別人就說 對不起 公司經營有困難 想省些錢 那希望你體諒 就請你離開 這些就叫做裁員 你就不要在這裡狡辯了 曾志偉 不要連這些基本常識都想偷換的概念 去騙香港人 你炒人就炒人了 現在多少公司都會炒人 你就不要裝這些自動流失在這裡狡辯 還在這裡說謊 所以這個TVB你要炒 第一就炒了曾志偉這些 滿口謊言 罰口蛇心 對不起 他應該是 蛇口蛇心 經常說自己信佛 做出來的那些東西 你看看他平時的形象 是多差 還成龍一丹丹的 這些人渣 真是做TVB總經理 你TVB都收家了 請這傢伙回來 不說他的政治立場 只是說他這番話 明明你炒人就炒人了 你最多說希望這些同事明白官司是艱難的時期 我們都不想的 是很難落的決定 但是都蝕了太多錢了 我們管理層就無能 阻止不了蝕這麼多錢 唯有就找員工開刀 說這些說話 你要炒人 不是因為在疫情期間你發現不用這麼多員工 是因為你蝕大錢 那為什麼會蝕大錢呢 正常的疫情期間多了人在家裡看這件事 多了人就光顧你TVB的網購平台 是應該賺多一點的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不碰 受到香港人吐氣你 所以大陸市場 入大灣區 上面又不是這麼多人會看你 看上面的衛星電視也不看你了 是不是 看四大衛視台也不看你了 你的製作算是怎麼樣呢 有的製作 你最重要的都是被人覺得 跟上面的中大節目差很多 我直接看上面的中大節目 不用看你了 你這些人無能你就承認了 你管理人一定不行 然後明明裁員 就可以搞變自動流失 因為每一次TVB就升股了 跟這個股價上升了 跟淘寶合作升了三四倍 突然間就公佈了 好了 跟公佈和丘寶合作又升了 升了不少了 突然間又說要裁員 就被人問了 喂 你電視廣播股價近期大幅波動 是不是八磅消息的做法 有沒有做市 行政主席許圖就說 個別股東出售股份是很正常的市場行為 現在不是在說你們的股民股東 有沒有出售你的股份 是在說你宣布消息的時機 對不對 其實嚴格來說 證監會可以查你的 證監會做事 搞不得八這些許圖就說 短期波動不是它的焦點 它們不會花太多精神 去想每天每個小時 那些消息對股市產生什麼影響 說真的 TVB 如果不是這次你宣布淘寶 丘寶合作 這些股市 很少會彈上去 因為這麼多年來是不斷下降的 你看看這20年來TVB的股價跌了多少 或者這5年來跌了多少 你們有收不收監 平時你現在不用看 什麼短期股價波動 平時都不會波動的 不斷跌跌跌跌 看跌多少 跌多少 難得可以升回 突然間每一次一升回的時候 就公佈這些消息 真是難以難免 就被人救病的 就說到我們不會關心的 很正常的 然後九五八八 人家什麼時候出售的股份 跟你什麼時候發布消息 根本就是兩回事 發布消息是你們的管理神 人家都控制到的 人家賣不買這些股份 你就控制不到的 你要回答就是你控制到的事情 就不是把一些你控制不到的東西 就掩飾你控制到的東西 你控制到的東西 處理得非常之差 所以你說許圖這些事情 可以不可以炒 所以難怪 人家這個大台小股東大明文 當日都要求這些許圖 炒了它 那怎麼知道 就是 人家就出來他派評你 你TVB的管理層 不是去解決問題 去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不是自己有什麼問題 那麼就向執法部門投訴 是不是就是報警還是怎麼樣 惡到這樣 那麼你說人家誹謗你 有沒有舉一個例子 人家誹謗你呢 又沒有舉 他說因為就向執法部門 去投訴了 在司法程序 所以不要說出來 我說什麼都你說了 又說人家誹謗 又說不出例子 因為就拿司法程序 這幾個字來做黨戰牌 你說這個TVB管理層 這筆有幾手架 有幾手架 沒有一個似是有擔大 沒有一個似是有能力的 有人的TVB就不會搞成這樣 有人就不會吃這麼多錢 好像曾志偉這些在搞辯 好像李福來也好一點 哎呀他就說了 為什麼180名員工裁員 部分都是自然流失 不用再填補 部分就已經散員工 是你曾志偉才說得多差 他就說了 哎呀這樣 其實主要是工作模式轉變 年輕人想在家工作 更多休息的需求 才出現工作崗位自然流失的現象 不認為這些是裁員 我說到有年輕人的問題 是你們想在家裡工作 你們懶得回辦公室 是你們想多些休息 說到是年輕人不濟 所以你才要裁員 然後又不承認那些裁員 你知不知道在說什麼 曾志偉 所以這個就是混蛋了 到現在都賴一些年輕人 好像年輕人就不行 是你想多些休息 你想改變工作模式 你想多些在家工作 在那裡賴 一被死賴一些年輕人 你自己這個曾志偉 做了幾十年 你沒有本事 就賴一些年輕人 這些是什麼人 和時代脫節之餘 是連基本的人格都沒有的 曾志偉 你搞這麼多都浪費了 你繼續虧錢 你 契弟 那我講到志偉的問題 我這幾天都有很多志偉的問題 是 不覺刀手斬人 元朗 有悲華裔的人士 斬死一名七十歲的叔叔 李如門海鮮酒家 被人臨紅油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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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店主都說 我們沒有得罪人的 是不是點錯相 沒有欠人錢 我們顧客 也有政界的葉劉淑儀 鄧炳強 董建華 不過不知道董建華 上次去光鎮是什麼時候 是不是被人點錯相 跟著深水埗 哇 幾十人兩批 南亞幫在那裡叫囂 甚至大喊 就是廣東話的粗口 問候對方娘親 都人鄉隨俗 或者有一些 本身土生土長 廣東話才是他號語 那七架警車去到 將一名人士帶上車 即是馬上 其他那些南亞人士 走到車頭前面 妖揚 那最終要 就是 警車名第一 叫他們上行人路 先平息事件 不過 為什麼不抓人呢 平時如果這些是示威 或者示威之後的事 隨時非法集結就抓人了 應該要抓人 走來 你警車前面妖揚 就是當你沒有禁制 你想想 如果那個不是平時街頭 兩幫人叫囂 而是非法 而是示威 示威之後發生的事 會不會有人被捕 說你非法集結 接著又有那些村屋 更多爆攝 甚至大部 唐臉村 是一間村屋裡面開著燈 有人照樣被人爆攝 去到這樣的情況 因為平時聽這些爆攝 趁裡面沒有人 沒有開燈才會進去的 不是的 開著燈 有人照爆攝 即是香港治安 你說現在發生著什麼事 再加上尖沙咀 不是這個標刊劫案 由李家超上台之後 八月 十月 今天一月和三月 四次分別尖沙咀 旺角和武灣 不是標刊劫案 就是中標 就是這個珠寶刊劫案 以前小時候都久不久 這裡不知道珠寶刊被人打劫 那裡金行 標刊被人打劫 但是現在頻密到 八個月之內就四宗 李家超 Hello Hong Kong 就是想搶到香港故事 但是都要一些治安問題 甚至一些南亞幫的問題 怎麼處理呢 是不是政府對於南亞人的問題 少數族裔的問題 不夠照顧啊 不夠關心啊 還是怎麼樣呢 搞到不少鋌而走險出來犯法 然後還有一宗 在上星期六 37歲的民生漢 被人夾了上車 被人撕襲 那輛車走到尖沙咀 近住和軍警的時候 咦 為什麼突然塞車呢 是不是警方已經發現了 他有問題 設置路障 就嚇到那些罪犯 汽車就離開 只剩下傷者 在車上 但是其實那個時候呢 剛好附近呢 有交通意外 所以啊 也就是 所以才塞車 那麼 最終現在 那麼 根據 01的報導 為什麼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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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夾你上車 遠來就說了 華爾就欠人八千元 於是就被五個人夾了他上車追數 警方就抓了三個人 也有社團背景的 一名巴基斯坦裔 兩名本地男子 而兩名本地男子失業 巴基斯坦的男子就在地盤工作 我初初以來我看了新聞 欠債八千萬 所以要夾你上車 八千萬夾你上車也正常 但我再看真點 真是八千元 不是八千萬 你說今時今日香港發生什麼事啊 大佬 收數公司是不是這麼難做呢 八千元的數都要夾你上車 你想一下 找五個人夾你上車 又要找一輛車 又要入油 當你收回一半四千元 扣除入油啊 扣除你的成本 每人分幾百元 大哥 你夾人上車 嚴重罪行來的老人啊 香港發生什麼事啊 現在的經濟力很差 陳某柏 需要消費券五千元 都要雅之雅 再葉劉淑儀 她支樓 長者兩元搭車就得罪你葉劉淑儀的 這麼多無底深淵 幾十億車每年都是那些車費補貼給長者 你葉劉就除怨化幣 不如政府想一下多些錢 多些支援助回香港社會 全民退休補助做好一些 不要等人退休之後 不夠錢她生活 要出來炒律子 炒到九十幾歲 還要啊 給你做什麼事 找個幫手啊 罰你的幫手二千六百元 一段時間就被人撥收你的身材工具 要做證物 現在才給你 不如想一下那些東西吧 你說不夠錢 平時是不是需要花這麼多錢呢 那些工程被外界說大白漲 每年繼續有很多錢要放進維修保養 值不值得花這麼多錢呢 葉劉 幾千億的數 千多億那些 你就不去看 幾十億那些就跟跟計教給長者 不知所為 難得可以讓長者 有時候就 哎 交通費不要這麼貴 去多些不同地方 去多些不同地方 看看風景 喝茶 什麼都好 你就要算 你看現在 現在 連撈偏滿都這麼大劑 八千元的數 真是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真是忍不住笑 是笑了幾分鐘 笑不停口 八千元 為了八千元 要老人上車打人 做五個人 每人分你幾個水 分兩百元 還是三百元 還是四百元 還有其他成本的啊 你說現在什麼事 是不是經濟很差呢 如果不是 不會出現這些問題 我就不去看你 進去看看